疫情的最新 今天没有本土的确诊病例 但新增10例境外移入 没有新增死亡的个案 昨天台北有一位女性 因为陪病裁检验出了CT值31 不过今天指挥中心公布 在间隔24小时后 这名女子的裁检 依然是阴性 因此从本土个案中排除 今天有本土病例零例 10例境外移入 那就要零死亡个案 那这10例的境外移入个案 5例是男性 5例是女性 那年纪于20多岁到50多岁 那分别来自哥伦比亚 两例来自美国 还有柬埔寨 越南 三例来自英国 还有两例来自印尼 那入境日介于 今年11月22日 到12月19日 另外昨天大家关心的就是 按这个疑似本土的病例 那他就是在 隔 第一 隔这个首次裁检的二次小时后 那我们第三次的裁检 那裁检之后 是PCR是阴性 所以我们已经把他排除了 那再来是 那有关春节检疫专案 那选择西方案 也就是7加7加7 那今天就是我们12月14号入境 那应该从今天开始会有 可以陆续买期满168小时 所以 只要检疫第六天 PCR就今天 今天会有 这个 医疗单位到防疫旅馆 去做裁检 那如果检验的这个阴性的话 那而且 返家的这个 居家检疫的环境符合这个我们的规定 那就可以这个全程佩戴口罩 那搭乘地方政府 安排的防疫车辆 那返家 接续后7天 再加居家检疫 那这边要请特别注意 就是在这个回家 回家之后 另外会有还会有一次的PCR 所以PCR检测 请医卫生单位通知 那指定方式到这个指定的地点来采检 那另外 居检 居检者的公费快栽 结果 前一期间 请配合这个我们的健康关怀回报结果 那在后7天的这个住宅管理期间 则以双向简讯的方式回报 另外同住户 如果有同住者 自费快栽的结果 那就以这个双向这个简讯来回报 那另外就是要特别注意 那居家检疫期间 应留在家中禁止外出 依不得出境或出国 那应该确实遵守 我们这个春节检疫专案的 所载的这些居家检疫同志书的一个规定 那请务必这个不可与这个居检者共用房间 未遇 也不可以同处共识 那如果违反检疫期间的相关规定 那依法最高可可除这个新台币100万元 划盘 另外今天会有 AZ疫苗约73.84万 预定在今天下午抵达桃园国际机场 那 所以到目前为止 已超过这个853万剂的 就AZ疫苗 就是超过853万剂的到货 那今天这批疫苗是属于多剂型包装 每瓶10人份 那这批的消息是到明年的4月30日 那另外为 为了这个这次的这个防疫履数的群聚 所以我们会有三大强化的防疫作为 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建立所谓防疫履数 疑似COVID-19群聚事件的侦测应变作业 所以我们会 针对可能可以去及早侦测这个防疫履数 发生疑似群聚的这些资料 去做这个做监测 而且去建立起来 那另外如果怀疑有可能造成这个群聚事件 所以我们会进行应变 另外就是说如果确认 已经发生群聚事件的话 那这些应变作业我们都会建立SOG 那再来就是我们会增修COVID-19的这个防疫履数的一个设置 及管理的一个因应指引 那也就是会针对这一次的群聚事件进行检讨分析 那跟相关专家讨论后纳入指引 那第三个就是有关 有关防疫履数的一个访试辅导 跟全面查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请这个地方政府 在明年1月3号之前完成全面所有的防疫履馆的一个查核 那另外我们会加强这个检视防疫履数通风空调的运作情形 那再来就是我们会由感染管制 公共卫生空调等领域专家组成查核团队 那预计自这个12月7号启动防疫履数的仿制辅导作业 再来就是我们昨天的施打的疫苗接种人数是54,201人次 那我们的第一剂的接种人口涵盖率是79.58% 那第二剂是65.90% 最佳剂的接种率是0.27% 那另外我们昨天在台北车站接种了1,987人次 所以截至昨天累计接种人次是35,374 那我们目前已经决定在台北车站的这个据点 会继续接种到12月29号